为什么要买mini 这确实是个问题 在几年前我还是个mini车主的时候 也有好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不去买一台mini 比如说它的空间不够大 续航不够长 它的价格在这个级别里也确实不算低的 而且还没有冰箱 没有彩电 没有大沙发 再比如啊 如果你买车的钱是你爸妈出的话 他们也很可能会不同意 那样那你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一台 大众帕萨特本田CRV 也挺好的 但对那些喜欢mini选择mini的人来说呢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款车范儿够正 不管你什么性别 什么年纪 同事什么行业 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穿搭 从一台mini车上下来 都不会显得违和 而且呢 不管你把一台mini停在什么车边上 它也绝对不会显得掉价 mini这个品牌从65年前创立之初 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主见的品牌 到现在也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 不会轻易的迎合市场 就比如 这台全新的纯电动mini Cooper 在几乎所有车都越变越大的今天 它的尺寸跟上一代 几乎没有变化 最经典的三门版 就是要一直保持这样的 小巧灵活 在许多汽车品牌会把中控屏幕越做越大 甚至会直接把一块平板塞在前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mini依然保持着它65年前初代车型的原型中控屏的设计 当然现在这块屏幕已经变成了一块OLED的可触控屏幕 当然还有像车里面大量的环保的可再生材质 还有方向盘上 这根绑带 你确实很难在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车型上 见到这些不走寻常路的细节 网友对这样的设计当然会是褒贬不一的 我相信mini的设计师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 因为之前每一代mini刚推出的时候 也一定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就像大家每看到 新一代保时捷的911推出的时候 也会说 啊 保时捷的设计师这么好当吗 到底改啥了 是吧 但是啊 不管是哪个年代 从前侧后任何的角度 还是不管离多远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 这是一台mini 或者这是一台保时捷 我们今天是在西班牙试驾这台车 所以呢 整个车机系统其实也是欧洲的版本 跟咱们中国本土化的版本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所以今天啊 我们就不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中控和人机交互这一部分了 而是呢 用更多的时间去体验一下这台 纯电mini Cooper的动态驾驶体验 这也是我第一次试驾一台 纯电动的mini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有想法再收一台mini 刚好呢 今年mini又接连推出了 我们之前刚刚试驾过的 燃油版本的mini Countryman JCW 还有今天正在试驾这个三门版本的纯电的mini Cooper 包括接下来还会有一款五门的跨界车 同样也是纯电的mini Aceman 哇 我真的有点选择困难了 每一款车都有自己的特色 Countryman毫无疑问是空间最大的 而且呢 还是最强性能的JCW的版本 而mini Aceman呢 在我看来是几款车里面 设计最有个性 最漂亮的 而且因为第二排有车门 所以实用性也还不错 但是今天这台Summer的mini Cooper 它就一定是所有车款里面永远最纯粹 最经典的那个 开着今天这台试驾车从刚才起步的第一脚游 呃 准确的说应该是第一脚垫 那种多年以前开着一台mini在北京的环路上 闪转腾挪的感觉啊 一下就找回来了 开这台mini真的不能只关注它的动力参数 160千瓦的前置电机带来实际的动力表现 非常的敏捷 也很直接 而且呢 它的车身依然小巧灵活 还是可以像之前那样快速的在车流里面穿梭 而且每一个变现和回正的动作 都也还是像之前一样的干净利落 方向盘的直向非常准 车头很灵 在山路里快速转弯的时候 它总是能知道你想要去哪个方向 而且呢 每次打方向盘的角度真的和我预期的一模一样 如果想要再快一点 就把方向盘的角度再打多一点 它还是能够非常准确的指向你想要的那个出弯角度 不过这台全新的mini Cooper和老款车型 在驾驶起来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感觉 最明显的是 它真的不会像之前的老车那样 把路面上所有的路感都毫无保留的传递给驾驶员和乘客了 方向盘的指向依然准确 但是啊 轮胎通过方向盘传递到驾驶员手上的路感 确实少了一些 另外呢 整台车不会再有发动机的震动和噪音 毕竟已经是一台纯电动车了嘛 而且它的底盘也比之前要更加的温和温婉了一点 舒适度提升了一些 开在路上不会再像之前觉得那么硬 那么颠了 总有人说mini是一台很适合女生开的车啊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的外形设计非常的可爱 但其实啊 之前的mini方向盘手感都很重 再加上底盘够硬 别说是那些力气不大的女生了 就是不少男生长时间开都会觉得累 而全新的mini Cooper在这些方面其实都有一些优化 除了刚才已经提到的底盘部分调的比之前要更舒适之外 它那种更沉重的转向手感 现在也只会出现在卡丁模式里 而如果你把这台车切换到其他模式 它的方向盘明显会变得比之前要更轻盈一些 这样的话 你不管是原地掉头还是停车入位 就都可以更轻松 先总结一下动态部分的试驾感受啊 我特别喜欢它的转向和底盘带来那种独一无二的操控感 就这部分特别的mini 灵活 好开 真的很好玩 另外呢 就是它的动力表现也是超出我预期的 特别是在卡丁模式下 就是只给非常爽快 而我个人不太喜欢的呢 是这台车的底盘部分会少了一点 之前老mini车那种硬邦邦的那种躁动的感觉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热衷于驾驶的老mini车主来说 把它开在路上可能会少一点能够挑动我兴奋感的东西 比如以前呢 我能通过方向盘感受到来自路面的几乎每一点细碎的颠簸和震动 还有车辆在接近极限时候车轮的滑动 我之前会特别享受那种要操控这台车集中注意力完全在驾驶中的感觉 现在这种感觉啊 就少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这台车趁着变得更舒适 当然了 非常明显啊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舒适度的提升其实是件好事 这也相当于补齐了之前很多人吐槽的mini底盘太硬的这个短板 尤其是对那些更多的人没有经常开老mini 不是老mini车主的人来说 他们没有对比 也就感受不到刚才我说出来的这一点点的差别 反而呢 他们还是能很轻易的从这台车上找到那种转向非常精准车头很灵活的 特别专属于mini的驾驶感觉 尤其是只要你开过其他的车 我相信你一下就能体验出来 再来说说续航 那其实这部分我个人不是那么关注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中国的网友肯定是想要了解的 那这台车在中国上市之后啊 全系应该都会搭载54千瓦时的电池 CLTC的续航可以达到456公里 就像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 这个续航的数字放在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上 肯定不像各位的腰坠肩盘那么好 但像我的话 因为家里还有其他的油车可以用来跑长途 所以我买台mini主要还是为了日常代步 最多呢 周末的时候出去耍一耍 所以啊 这样的续航表现 对我这样的用车场景来说就完全没问题 所以现在我要纠结的呀 只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到底是我身边这个最经典的三门版的mini Cooper呢 还是接下来才会再推出的那个后排 也有两个车门可能用起来会更方便一点 我觉得也会更好看一点那个五门版的mini Ace呢 要么节目下方评论区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